有笔账你不清楚 二十年前 我和王向清出冲的时候 他借了我五两银子 是替他爹还账的 到现在连本蛋粒怎么也得一百二十两万 这个钱我得要 监宽子 你这么做你还是人吗 大圣魁对你不保 当初你走口外的时候 你是身无分文 没有二哥能有你的今天 我心里头清楚 只要我一离开大圣魁 在你们眼里头 我就不适人了 还是算清楚得好 谁都别欠谁的 张姐 你可不贵你 大哥 把银子给他 这是我欠他的 我认 那好吧 你辈我的账 你就算了 这个 отдель童 我是ца 你可不得 지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宋大掌柜 欢迎前掌柜加入我圣德玉 各位掌柜好 前掌柜好 请 好 还是大掌柜先请 好好好 请请 来 请 你是大掌柜还是你先请啊 请 来 坐吧 上茶 前掌柜 恭喜啦 今后有事要多关照啊 以后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孙大掌柜 蔡先生 实在是对不住啊 我今天可不是来入耗的 前掌柜 未慎啊 我今天来啊是来提货的 提慎货 哎呀 松大掌柜 你这可就是贵人夺忘四老 忘了啊 你不是让我爹给你代卖一批仇段了 哎呀 前掌柜 这是小事一桩 回头我让伙计给你爹送过去就行了 你今天啊就在号上给我安顿下来 哎 这些事情哪能再劳烦松大掌柜了 是吧 大掌柜啊 你对我好 我心里边清楚 我钱款子了 主要是想趁这次集会吧 再回山西看看我爹稿 哦 哎呀 哎呀 前掌柜真是孝子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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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松大掌柜 这呢 是一千两的营票 五百两的店铺且五百两的货款 希望你实话 哦 哈哈哈哈 前掌柜 以后都是自家人了 你最近手头紧 这银子啊 用不着那么着急还 哈哈哈哈 呀 大掌柜 这钱你一定要收哈 哦 哦 来来来来 蔡先生 来收哈 收哈 蔡先生 既然前掌柜这么讲究 那就收下吧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嘛 哈哈哈哈 哎呀 崇大掌柜 就是好兄弟也得名帅照了啊 哦 哈哈哈哈 事后也不早了 崇大掌柜 我今天就要往太谷赶了 咱是咋呀 歇出货 好 蔡先生 那就安排人给前掌柜出货吧 好的 哎呀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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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喝茶 好好 前掌柜 我就在规划等你了 咱们后会有期 哎呀 崇大掌柜 硬隔开啊 咱们后会无期了 哈哈哈 前掌柜 你这话甚一色 那乾宽子上不背叛父母 下不背叛兄弟 想让我背叛王相清啊 哈哈哈哈 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 哈哈哈 乾宽子 你敢耍我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松大掌柜 这 对 严重了 我并没有答应过你什么 我耍你胜 别忘了 你现在跟王相清已经割袍断翼 你们是仇人 你现在是孤家寡人 他怎么恨我我不计 可是个乾宽子 永远是他的好兄弟 嗯 松大掌柜 哎呀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了 走 哈哈哈哈 糟糟 李大掌柜 敖想你这魅谋啊 野兵 兄弟 李大掌柜 我得一向你这魅谋啊 你可不想你这魅谋啊 宽子这一走 就把二哥的魂给带走了 这脑袋烧得跟火炉似的 他这是有心火 吃几副广玉园的药 顺顺气就好了 都已经两天了 水米不进哪 脑袋我这心里空荡荡的 你没跟他说 老四没去圣德玉的事啊 我说了呀 可是他一听就哭了 说宽子是条汉子 说他对不住宽子 那天宽子走的时候 我还砸了他一茶杯 不该呀 大哥 你说宽子还会回来吗 这个老四啊 把脸看的呀 比命都重啊 你说孙文局给他那么多好处 他都没去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道三啊 我看你也尽早动身 去北京啊 把那些东洋肉的订单给收回来 他眼看要备货了 咱不能因为这个事 连生意都不做了是不是啊 行了你别太上火了 吃点东西 我再去劝劝他 我这咋的老二三天不吃饭 先把自己饿死啊 起来吃点吧 大哥 我不是不想吃 我是真吃不下去啊 拉二啊 如果你今天要是不吃饭的话 那大哥就陪着你啊 一起饿着 你难过也没用 你难过老四也不能回来了 你还想着干肾呢 我这想来想去 我真对不住人家老四啊 当年他老婆都快病死了 他都不回家呀 直到死 脸上也没见人啊 那不都为了咱们大圣魁啊 他就为了给他爹 用两千两银子买个店铺 就让孙文娟钻了空间 他不就那点银子嘛 你说我 我就跟他较这个劲 我要给他 他不是走不了了吗 行行行行 老二啊 这件事情你没做错 规矩呢 就像这房梁 他想变就变 这房子肯定就得塌下来 你为了挽留老四改了号规 那你说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房子咋办 是 两千两银子不多 老四呢 又是咱大圣魁的功臣立过功 可话说回来 咱们谁没为大圣魁立过功呢 谁家没点私事啊 那以后老三说有事 要点银子 你给不给 我们家国库王说有事 要点银子 你给不给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那你说以后咱再买卖还怎么做 我咱都别说了 我都明白了 道理我懂我明白 要不然的话我能让他走吗 那我 那我 我这心里边就是难受 大人 你就是再难受 你也得吃饭呢 是不是 你说 你把自己饿坏了 大圣魁怎么办 这些兄弟都怎么办 要不大哥为您 行行行 行了大哥 这才是好兄弟 吃点啊 热不住 你说这老四也是 也真够损 这无良银子还跟你算 你咋的了你啊 他那是要银子吗 他那不是跟我支气的吗 你 他有真爱银子 那孙文局给他的银子 比我给他的多得多 那他咋不跟孙文局干呢 银子银子 你胆都跟你似的呢 你看你看 你看 这说老四呢 你怎么跟我发起脾气来了 也是 像你这么一说呀 这老四啊 还算是个兄弟 当然是好兄弟啊 那你说当中 那行行 咱说点别的 还有 老四这一走啊 拿走小一万两银子 我原打算啊 拿这一万两银子啊 能多做两个齐的买卖 你看现在倒好 身都没了 没法做了 你说咋办这事 做不了就往小了做 往小了做 老二啊 你可不能往后退啊 你往后一退 你这不便宜苏文局了吗 那咋办呀 做不下来 你做不下来 还不让别人做呀 你们就闹 你们就闹 你们要再闹的话 我 我还玩小了做 不是老二 你怎么又说起我来了 再说我跟老三 已经给你赔礼了 我们为了立财东的事 已经赔罪了 你说你这 不是老二 以后要再提这茬 那我们哥俩 真的卷不盖就滚蛋了 什么呀这是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 人有脸是有皮 你这说多少次了 一天哪没办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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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去你 你这 你这你这脾气 你这 说点正事吧 老二 这老四一走 我有点担心哪 乌利亚苏台那边怎么办啊 你说眼看着就要挨家挨户送货了 这事 那乌利亚苏台的分庄掌柜 让我儿住临时坐着吧 那我儿住管乌利亚苏台的库房 管了这么多年了 精打细算的 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 应该是可以当的 好 好 好 来吧 告辞告辞 好 好 超来光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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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 爹 爹呀 年轻的时候 天天都梦着 有那么一片片店面 总算开到了 爹 你高兴就好 高兴 爹 爷爷 咱们今天刚开张 一钱赏就卖出五十多两银子的货 也悄悄的啊 丑啊 你不盯着跪 跑出来赶盛 快回个 宽子 啊 享受呢 什么享受 想大声魁了吧 你呀 每次回来住不上今天 天天想大声魁呀 大声魁呀 爹啊 这次 我就不回去了 咋了 不咋 就是想在家伺候你 咋现在有钱了 不想是 多自败上几个店 把买卖做大碗 咋回事了这是 大声魁呀 大声魁在乌里亚苏台那边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 王蒋卿一蹶不振 看来这一时半会儿啊 是回不了乌里亚苏台了 那那边是不是就剩下五二柱了 王蒋卿任命他做了代理座庄展柜 这就叫蜀中吴大将料化做起了先锋 大展柜 这个五二柱心思缜密 在乌里亚苏台勘库十几年就没有出过错 我看他也未必不行啊 得了吧 别人不了解他我还能不了解吗 这个人办小事行办大事是必出差错 他这半辈子除了管军贡就是管库 哪里挑得起什么大粮啊 大先生 我已经让胡掌柜帮我办了几件事 大先生 这回大圣魁在乌里亚苏台的摊子 就要归咱们了 你给我备辆车 我要亲自去一趟 给大圣魁再添一把火 吴掌柜 咱这给三一诺延旗发这么多香卓和哈达 干什么呀 三一诺延旗今天要搞大法会 乌里亚苏台各招庙的喇嘛 和各齐的扎萨各到时候都会参加 这以往不都是在阿尔泰稿吗 我哪知道 这不还是前掌柜写的单子吗 你就照着送不就行了吗 我又没经手 我也不好乱改对不对 吴掌柜 外面来了好多牧民 要见掌柜的 像是货弄错了 货弄错了 你听我说呀 你们前掌柜说好了 你立下就去我们号他收羊毛 你给我家送的货强一个月了 我马上叫人给你走过去 我去年 我跟你们订的明明是蓝丑子 咋今天送到我家的却是白段子的 对不起啊 八徒兄弟 我这就叫人给你换你啊 你不找贵 这真是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说清楚啊 怎么把这事给换了 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 办妥了 大掌柜 吴二柱以前在柜上的时候 和我就有交情 对我信得过的 我早已经把大盛奎 发给阿尔泰法会和三一诺延旗王爷 又是大寿的发货单给调包了 好 即便咱们不调包 凭吴二柱的能耐 他也早晚会出错 这小子我太了解了 大掌柜说得对啊 大盛奎里除了我而住 就剩下那些毛头小伙计了 号上没人不出错才有鬼呢 好了 你盯着他们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你下去吧 快点 快点 里面的快点 你干嘛呢这是 快快快 按单字送货去 吴掌柜 来来来 快点快点 夫妇 您怎么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不用了 我问你 我们订的乡竹苏游和哈达 怎么还没到 这都送走一个月了呀 都走了一个月了 那你把货送到哪去了 不是三阴诺言吗 三阴诺言 我们什么时候在三阴诺言搞过大法会 都是在阿尔泰 阿尔泰 阿尔泰 可我们是按照我们前掌柜下的单子送的货呀 行了行了 我们跟你说我找前掌柜行 伙伯 我们前掌柜已经赐号回家了呀 这该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啊 伙伯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让人去栽诺言把货拉回来 来不及了 大法会还有三天就要开始了 伙伯 我是盛德玉的伙计 我们大掌柜请您到府上一叙 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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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 伙伯 您请 伙伯 师父 别来无恙啊 还好还好 孙大掌柜找我何事啊 我听说您要在阿尔泰开法会了 特意给您准备了一份贺礼 孙大掌柜太客气了 可是这法会啊 怕是开不成喽 伙伯 干嘛说这么丧气的话 这法会还有三天就要召开了 可是法会上需要的物品 还没有着落呢 伙伯 或许我能帮你啊 您看看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礼单 好 孙大掌柜怎么知道我们会需要这些东西呢 伙伯 大圣葵这种小号办事不靠谱啊 我怕他们耽误伙伯您的大事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您瞧瞧 还真让我猜着了 可是就算是今天发货 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呀 伯父放心 三天前我已经让我的驼队 把这些货物运往阿尔泰了 今天不到明天准到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按你们汉人的话说 叫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啊 真是太感谢孙大掌柜了 孙大掌柜此次出手相助 不知有何事需要我帮忙啊 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劳烦的 只是这个大圣葵太不讲信用了 我听说 他们不但把活佛您的货给送错了 这草原上其他牧民的货 他都给送错了 按理说 送错货物无异于违约 这草原上最恨的就是违约的人 对 伯父 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知道 大圣葵的所作所为 以后在买卖上 选择合适的商家 以免再次受骗 我明白了 这眼见就要召开出古拉大会了 孙大掌柜的意思是要我将 这草原上发生的事情 转告给乌里亚所台的各位王爷 和扎萨科目 对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咱们给各旗辈的货都在这儿了 就这些货了 对对对 眼下就这些 大掌柜的 我对不起您和大先生 我对不起大圣葵啊 吴长官吴长官 起来起来 到底怎么了这是 起来说 起来说 大掌柜 大先生 都怪我不能 让孙文局钻了空子 把咱们五个旗的买卖 都给搅乱了 前几天提前查三客找到我 说 出古拉大会上 就 就不跟咱做买卖了 这孙文局下手是真夸 大人 别着急 赶紧把老三找回来 凭着他跟吴俩苏台这些王爷的关系 趁着 出古拉大会还没开 这事还能晚回来 吴掌柜 马上派人进京 把二掌柜叫回来 等等 吴掌柜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都怪你 是我没想到 这吴俄雅做大的分庄掌柜 没个三五年的磨练 是做不好的 你先忙吧 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 去吧 大上官 大先生 告辞了 老二啊 你不让老三回来 是不是还有什么高招啊 让我再想想 还想甚呢 咱现在必须要夺回 这五个旗的买卖呀 大哥 我倒觉得 这五个旗的买卖可以不做 咱们现在就安安稳稳的 做剩下这十个旗的买卖 老二啊 你前些日子病不是好了吗 咱又说这风话呢 别闹 我是跟你说真的 你现在想想 咱们大圣魁 一共有四个滩子 京城一滩 规划一滩 这乌里雅苏坛还是一滩 去年要增了个科不多呀 你想啊 这四个滩子 有老四带的时候还好 可老四这一走啊 咱当时可就没有一个顶梁的买卖 大哥啊 这做买卖最重要的是人嘛 我想啊 咱们再等等 再等过几年 国光啊 秦岳啊 这些小辈人里边 再能出来顶梁的 那个时候别说是五个旗啊 就是五十个旗 我也能把他给抢过来啊 你就别做梦了 啊 找这样下去 咱用不了几年 大圣魁就得让孙家给吃了 哈哈哈哈 大圣魁有你史大先生赞 他孙家就吃不了 行行行行 我是说不过你 对了 老二 这乌里亚苏台座庄掌柜 你打算咋办 你还让五二柱干呢 我先见着吧 我二柱是干不了的 对了 不管怎么说 这五个旗的买卖 咱们必须得让 大圣魁回来吧 大圣魁 回来了 大圣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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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魁回来了 大圣魁 您回来了 大先生 大圣魁 我告诉你啊 这回在楚歌拉大会上 我没想到王二八子 温顺的像只绵羊 五个旗的买卖 我不费吹灰之力 全给他拿过来了 怎么了 大先生 你怎么不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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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吗 邵总家 能夺回草原上五个旗的买卖是件好事 可可就得多投入十万两个银子 可就得多投入十万两个银子 您走这段啊 我又算了一下账 咱们的买卖再扩大下去 再过三个月 东营的铜就该交付定金了 万一有啥闪失 到时候我怕交不起铜款 邵总家 您说是不是该给咱们号上留点备用银子 大先生 不是我说你 平常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银子流动起来才叫银子 埋在地下 那就是死保一块 跟土壳了没什么区别 银子紧没关系啊 把钱庄的力再提一份上来 明年一开春 草原上的牛马羊都赶回来了 还用发愁购同款吗 这么多年咱们不都这么干的吗 邵总家 入夏以来雨水太少了 我担心今年可能是个灾年哪 别再担心了 大先生 大圣奎已经丢了五个旗了 草原买卖三分天下有其二 就要在我孙文菊手里实现了 行了 丧气的话不用讲了 路上我已经想过了 这两天就尽心 让咱们的钱庄把利息提强 来 丧气 我一太多 哇 真好 真好 小黄天啊 今天这一根冰箱标来的人真不守 是啊 这个太古标是咱山西的第一大标 是啊 这是第一大标 好啊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 来来来来 这不是起来嘛 太难过了 这时候回来了 起来啊 咱俩有几年没见了吧 有了 这趟 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好 好 好 走啊 一会儿开完戏 别忘了把太古兵 给你爷爷带回岗 头娃都这么大了 挂的 走啊 走 田掌柜 我听说您可是发了大财了 连老孙敬的店铺 都让你给韩天一出了 这次到这太古标上 打算进点什么货啊 我爹呀 是想让我进一些杭州的绸缎了吗 绸缎好 绸缎力大 景岚 这几年就一直在太古了 一直在太古啊 我看你这打扮 可是像这儿的大钱了啊 那是啊 小二 来壶茶 来壶茶 来喽 看看 坐 您的茶 田掌柜 我跟你说 这些年 虽说我没离开过咱家乡太古 整天在家坐着 那银子自己就来了 还抛家舍业的出去做个肾 你在家坐的就能挣下银子啊 挣的不多 一年也就一千多两吧 是 一千多两 盛买卖的这么大 老孙家 在京城 盛德玉钱庄 高锡盘银子 已经三年了 我在盛德玉 存了三千两银子 月息是四分 一年下来 那就是一千多两 景岚 你觉得这买卖牢靠了 这有甚不牢靠的 连那些京城的大员们 都大把大把的往里存银子 年年又大把大把的往外取利息 来 喝茶 喝茶 静岚 你说 把钱重到盛德玉 真的有那么大的利 咋 钱掌柜也动心啊 看你说 能拽钱的买卖谁不动心 哎呀 不过呀 我这行里边还是有点 还不信 不信是不是 你等着 到了年底 我就进京 把这一年的历史全取 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好 我去看看 不对吧 王大人 赴东营购铜的皇钗 我孙家早已退了呀 怎么又会欠朝廷 一百万两的铜款呢 孙大东家 那就得问问你儿子孙文菊了 现在 彩铜期限已过 内务府派我来催 问 为何迟迟不复东营呢 老东家 此事已经经过了皇上 一旦朕怒圣上 那 可就不好收场喽 请王大人 转告内务府 我孙家一月之内 吉附东营 那本官就告辞了 王大人慢走 快 我孙家一月之内 他老舅 他老舅 他老舅啊 老爷 他老舅啊 你快替我去一趟归话 归话 文学真逆死 他闯了大祸了 我孙家一月之内 畅民啊 老王 好 景瑞 不想去 不是 你又咋了 你可折磨了一路 你说这 这来搞得利 不会是 走 进去看看 看看你就明白了 走走走 先生 来 三千两 客官 您是续存还是提现银 我续存一年 礼金来 本银三千两 一千四百四十两 总计 四千四百四十两 存期一年 息四分 客官 您的银票办好了 联本带息四千二百两 您拿好了 你还存不存啊 存了 存了 我再问我啊 皇家 皇家 隆我了 隆我了 对不起 掌柜的 我想问一下嘛 你这是四分链 对 四分链 掌柜的 我再问我 那本银是不是剩手都能取了 当然了 银子是您的嘛 但若提前取出 哪怕是一天 便连一分钱利都没有了 一分利钱都没了 这是我们京城钱庄的规矩 客官 您存还是不存 客官 从 我从了 我从现银四千两 存银四千两 验银子 王俊才五千两 验银子 好嘞 刘全 五千五百两 验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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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天就验银子 五千六百两 你这两天就该来了吗 验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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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验多少 行啊 老赵 不过我又续存上了 我也跟你一样 也都续存上了 我给你介绍这个嬴剑不赖吧 不赖 不赖 好嬴剑了 坐在家里讨剑都不干 验银子就烦了一倍 好嬴剑 行爱 再次啊 老曾得谢谢你了 你谢我做事 咱俩什么关系 有这种好嬴剑 我能不想着你 坏是吗 你猜 我今儿把谁给领到这儿来了 随了大圣葵的三掌柜 切瓜子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好 好啊 好啊 快点儿给你 好啊 一二 一二 谁咋贵 你也来葱银子了 缓银子 缓银子 存了多少 四千两 你不是带了一万二千两年吗 那思来想去啊 这盈子不能都存在一个地方吗 对了 前来 你不是说京城里面还有几家是四方 有啊 傻傻贵 你还打算往哪儿存了吗 宽子 你就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多麻就烦 我跟你说什么 我们那一万两千两 有两千两 是个拿太古的店面抵押出来的谢银 那万一有了三十个 还有个退步的话 对吧 娘的老人不是说来 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来来的地方 对吧 到底是前三掌柜了 考虑的就是走到了 咋了三掌柜三掌柜 一股就有交 对 我告诉你啊 那钱快的已经退出大神了 快 掌柜 请 掌柜您慢走 好好好 二位掌柜 里边请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啊 三千两您看 好 掌柜的 您这银票上写着存期一年 可是我们金服昌钱庄有规定 要是没到期便提前 哪怕是提前一天 一风的力都没了 小伙计啊 我知道 哪再是你们京城切庄的规矩 老舅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着急 您先喝口茶 这是咱们三玉茶庄新进的白茶 您尝尝 哎呀 你爹都快急死了 我哪有心思喝茶呀 万军 你为什么不把构同的皇差退掉啊 我为什么要退掉 老舅 您想想 替朝廷构同 这是一块金字招牌 有了这块金字招牌 那咱孙家不是什么买卖都能做了吗 那咱孙家不是什么买卖都能做了吗